同学们好,欢迎回到吴老师的汉语课堂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HSK五级的第二课 牛穿钥匙给父母第二部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我们还是要一起学一下生词 我们一起读一读生词 一个两遍 打工 打工 正 现 套 装修 不得了 醉 好,老师还是给你们两分钟读一读生词 记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再一起来读一读生词,还是一个两遍,跟老师一起读 打工 打过工,打工是一个离合词,和洗澡,见面一样,我们只能说见过面,洗过澡,那我们也是打过工,不能说打工过。你可以说我去北京打过工,不能说我去北京打工过。打打工,打一份工。你看说我去北京打工过。 他打了几份工,这个图片里面 他打了三份工,对吗? 当服务员,做厨师,做收银员,他打了三份工 他打了三份工,他打工挣了不少钱,对不对? 挣了不少钱,那我们来看一下挣了不少钱 下一个生词是挣,挣钱啊,就是我们自己劳动来获得的一些钱 或者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父亲俩在外面打工,挣了不少钱 那有的同学会问老师了,那挣了不少钱,可以换成赚了不少钱吗? 那在这里挣了不少钱,我们可以换成赚了不少钱 那挣和赚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赚,赚的意思和挣的意思差不多 但是赚他更强调的是收获是否高于成本 什么叫收获是否高于成本? 比如说你花了100万来做一个东西,但是最后你卖这个东西 卖了300万,那你就是赚了200万,对吗? 你只花了100万来做这个东西,但是最后你卖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卖这个东西的时候卖了300万,那你就赚了200万 那你就赚了200万,但如果你花了300万来做一个东西 但是最后你做完的东西只卖了100万,那你就是赔赚啊 赚钱和赔钱,赚钱和赔钱,如果你的收获是小于成本的,那你就是在赚钱 明白了吗?赚的意思和赚接近,但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赚主要是跟赔,是对立的,赚钱,赔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句子 这笔生意要是做成了,我们能赚不少,我们能赚不少 都是靠劳动获得钱,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句子 刚从这家公司,公司赚了200万 转眼在那家又赔出去了 赚和赔它们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把它换成正 好的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生词是现啊 县是什么?县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中国的行政区画 什么叫行政区画?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一个中国的地图 对吗?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中国还是很大的 那中国分成了这么多个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么这么多个部分 那这些12345,这些我们就叫做省 就是行政区画,我们叫做省 一个省,两个省,三个省,四个省,五个省,对吧? 省,那在这个里面,这个一个省里面 在一个省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市,对不对? 还有一个市,有这个市,有那个市,对吧? 比如说四川省下面有宜宾,有成都市 那市里面还有什么?就是一个有县,有县了,市下面就有县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行政区画? 那第一集就是市,中国有直辖市,有省,有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省,四川省,广东省,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直辖市 比如说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这些都是直辖市 那省的下面还有什么?市,对吧?市的下面有区,有县 所以县是一个行政区画,它是在第三集的行政区画 第一集是直辖市,第二集是省,第二集是市 这是关于中国的行政区画 所以我们在说我们的地址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家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金唐县 我的家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唐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这是关于中国的行政区画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生词是套 套是一个量词,量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套房子 这是一套房子,它有什么? 这是卧室,对吧?看这里有床 有床就是什么?卧室,对吗?卧室 有几间卧室?一,二,三,四 四间卧室,对吧?还有客厅,阳台 所以有卧室,有阳台,有客厅 那这是还有什么?厨房 那这就是一套房子 一套房子 那这是什么?一间卧室,对吧? 有一套房子 房子一间卧室 一间卧室我们就不能称为一套房子 只能是一间房屋,一间卧室 那因为它有四间卧室,卧室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套四的房子 这是一个套四的房子 这是一个套四的房子 如果有三间卧室,那就是一个套三的房子 你来中国以后,你想去租房子 别人会问你,你想租一个单间 单间就是只有一个卧室 还是租一个套二套三的房子 套二的房子就是两个卧室 套三的房子就是三间卧室 明白了吗?套二套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勺子,一双筷子 这是碗,这是盘子 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套餐具 餐具就是吃饭的东西 对不对?这是一套餐具 一套房子,一套餐具 套是一个量词 还可以说什么?一套西服 对吧?一套西服 一套茶具 一套衣服 都可以 套 记住啊,量词 下面一个词 我们叫装修 装修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 这是装修前 装修前 他还没有装修 那这是装修后 装修后的房子 是不是很舒服 装修后的房子 装修前的房子 什么都没有 装修 下面一个词叫不得了 不得了 他一年挣了50万 开心得不得了 开心得不得了 非常的开心 一年赚了50万 很多钱 对吧?一年挣了50万 高兴得不得了 热得不得了 现在外面有40度 热得不得了 现在外面有40度 热得不得了 累得不得了 他跑了800米 累得不得了 因为他平时不锻炼身体 不运动 所以才跑800米 他就累得不得了 急得不得了 兴奋得不得了 热闹得不得了 都可以啊 记住不要忘记得啊 得 小明把钱包弄丢了 他现在急得不得了 很着急啊 钱包 钱包掉了 嗯 他的钱 也许他的 嗯 卡啊 都在钱包里面 他着急得不得了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生词 叫什么 醉啊 醉了 你看他怎么样 他喝 喝酒了 对不对 他喝了很多 所以他现在 喝醉了 那我们要少喝酒 啊 喝醉了 对身体不好啊 喝酒喝太多了 对身体不好 也会喝醉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组生词 同学们还是读一读一个两遍 一个两遍 一个两遍 我们一起读一读啊 强烈强烈 夜 夜 锁 锁 凝 凝 敲敲 敲敲 晒 晒 被子 被子 好 老师还是给你们两分钟再读一读生词 好吗 记一下 读一读 好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生词 强烈 强烈 夜 夜 锁 锁 您 您 敲敲 敲敲 晒 晒 被子 被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生词是强烈啊 强烈 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 啊 太阳阳光很强烈对吗 阳光很强烈 如果我们看太阳看这个太阳 我们的眼睛啊不能睁开不能睁开 阳光很强烈 那强烈的阳光 还有什么 强烈的感情啊 强烈的对比 那我们刚刚看了装修前和装修后的房子 它们是不是非常的不一样 是不是装修前的房子和装修后的房子有很强烈的对比 很强烈的对比 你看装修前的房子你肯定不想买 但装修后的房子你肯定会想买它 想住在装修后的房子里面 强烈的要求 评委们强烈要求听他们的故事啊 一定要听非常强烈 请你们一定要讲你们的故事 我们要听非常强烈的要求 强烈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生词是 锁啊锁 首先锁我们看一下它第一个是一个名词 对吧它是一个名词 那名词我们看一下用什么量词 一把锁 看一把锁 那这是什么 钥匙对吧什么量词 一什么钥匙 一把钥匙 那我们有一句话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什么 只有对的钥匙才能把这个锁打开 不是对的钥匙就不能把锁打开 那我们的锁是不是有一点像问题 对不对 那每一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怎么样 方法自己的解决办法 对不对 办法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就是每一种每一种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那锁还可以是一个什么 动词 动词 比如说 你开家的时候 记得把门锁好 用锁把门锁好 不然别人会进去 不然坏人会进你家偷东西 拿你家的东西 所以要把门锁好 所有的门都从外面锁上了 记住啊 锁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 动词 动词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生词 怎么读啊 您啊您首先它有一个动词的意思 是靠近对对着 我们看这些房屋它是不是 哎 宁街 这些是宁街的房子对吧 这些都是宁街的房子 那我想买一套不宁街的房子 因为这样不会太吵 如果外面太吵了 宁街的房子会有很多的汽车 会让我晚上睡不着觉 所以我要买一套不宁街的房子 这样就不会太吵了 宁江新修了一条路啊 宁江就是什么 比如说这里是江 那这里就是宁江有一条路啊 有一条路 宁江修了一条路 晚饭后很多人就去那散步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我们去江边散步会觉得比较凉爽啊 如果在家的话会太热 但是夏天如果我们去宁江的地方 会觉得比较凉爽 因为会有风啊 因为会有风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宁还有一个意思是 借词啊 宁什么什么时宁什么什么且 表示快到某一种行为发生的时间 比如说这是我您离开北京的时候买的 您离开北京的时候 就是我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买的 这是我您离开北京的时候买的 我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买的 您走那天 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 我快要走的时候 你临走那天 你的家人朋友做了什么呢 嗯 还记得吗 您上飞机的时候 家人们叮嘱我 一个人在外要注意安全 嗯 快要上飞机的时候 快要坐飞机的时候 家人们要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外面 您啊 第一个是一个动词是靠近您间您河 对吧 您海 那还有一个是借词 表示啊 快到某一种行为要发生的时间了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词是什么 嗯 敲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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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敲是一个副词 敲敲和偷偷有什么区别呢 啊 就是他们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做事情不被别人发现啊 希望做的事情不要被别人发现 比如说他敲敲的走了出去 他偷偷的走了出去 但是敲敲敲强调的是声音很小 他敲敲的说话 父亲敲敲把我拉到一边说话 他们在说敲敲话声音很小 现在老师说敲敲话 喂 你在做什么 声音很小 他谁也没告诉偷偷去旅行呢 偷偷强调的是不想被别人知道 嗯 谁也没告诉偷偷去旅行呢 敲敲就是声音很小 偷偷是不想被别人知道 好 我们做一下练习 看一下这些句子我们是用偷偷 还是用敲敲 还是都可以用 好 第一个 晚饭前姑姑就一个人 什么的走了 对了 对了 悄悄和偷偷都可以 那第二个题 考试已经开始了 他才 什么走进来 什么走进来 对了都可以啊都可以 那第三个题呢 孩子睡着了 爸爸在妈妈耳边 说了几句话 在耳边说了几句话 用什么 对了 这里只能用敲敲 因为它是声音很小 说敲敲话 对吧 说敲敲话 第四个题 别人都不知道 他只是得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用偷偷 因为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啊 不想让别人知道 好 敲敲和偷偷很简单啊 很简单 我们要记住 敲敲只是说说话的声音很小 偷偷是强调的是所做的行为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声词是 晒啊 晒 看这是什么 有阳光 所以这是什么 被子 在做什么 晒被子 把被子放到阳光下面去 让阳光晒啊晒被子 这样被子会变得很干啊 会变得很舒服 那这是在做什么 晒衣服对吧 衣服从湿的变成了干的晒衣服 那老师有一个问题 被子用什么量词呢 对了我们要用床啊 一床被子 那这里晒了几床被子呢 晒了几床被子同学们数一数 晒了三床被子对不对 三床被子 这里晒了三床被子 同学们你在家有没有晒被子的习惯呢 老师喜欢出太阳的时候就把被子晒一晒 因为我觉得晒完被子以后睡觉很舒服 好的同学们我们已经学完了生词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课文的第二部分 首先老师给你们三分钟读一读这篇课文 同学们先读一读 理解一下这篇课文的第二部分 好 现在老师来带大家读一读 去年在我和妻子的努力下 我们终于用打工挣的钱 在县里买了一套新房 新房装修完 父母第一次走进新房时 高兴得不得了 妻子提出留一串钥匙给父母 可他们拒绝了 那天父亲喝醉了 等他醒时天色已晚 我和妻子强烈留父母在新房住一夜 第二天再回 但他们仍坚持坐上了最后一趟回老家的车 一段时间后 我和妻子又准备去外地打工 新房只能上锁空着 临走那天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 父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 你妈说了 你还是留一串新房的钥匙给我们 要是我和你妈什么时候想来了 就来住上几天 顺便给你们晒晒被子 打扫打扫卫生 父亲说这话时 轻声细语 还红着脸 像个害羞的孩子 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在什么什么的努力下 在谁的努力下 在我和妻子的努力下我们怎么样 在县里买了一套房 挣了钱买了一套新房 在县里买了一套新房 对吧 在什么什么的努力下 在什么什么的帮助下 在老师的帮助下 大家考过了五级 在我和妻子的努力下 我们挣了钱买了新房 对吧 那父母第一次走走进新房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父母第一次走进我的新房的时候 他们心情怎么样 他们是怎么样的 对高兴得不得了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妻子说要留一串钥匙给父母 可是父母怎么样 拒绝了他们不同意 对吧 他们不要我们的钥匙 我和在父亲喝醉以后 我和妻子要怎么样 我和妻子想做什么 想留父母在新房 住一夜啊 住一夜 住一晚上对吧 可是他们怎么样 他们还是坐上了最后一趟 回老家的车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是什么 但 对吗 老师说过考试的时候 但 但是后面的句子都非常的 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他们还是回了老家了 虽然我和妻子强烈要求 强烈要求父母留在新房住一夜 可是他们还是回老家了 他们可能是什么 不想给我们添麻烦 对吧 父母怕麻烦我们 我们 您走的那天 我和妻子准备去外地打工 您走的那天 父母做了什么事 父亲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嗯 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 从父亲 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 从老家到县城送我们 那父亲做的是送我们的事情 那父亲说了什么呢 嗯 父亲说让我们留一串新房的钥匙给他 对吧 留一串新房的钥匙给他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父亲想和妈妈 什么时候 和事就给他们 就给我们晒被子 打扫打扫卫生 父母 其实他们想来住几天 是假话 他们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想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 晒晒被子 打扫卫生 是想帮我们 看看好这个房子 对吧 那父亲说这段话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他红着脸对吧 很害羞 不好意思说 那他为什么会害羞 为什么会不好意思呢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以前是什么呀 刚刚装修完 他们第一次来新房的时候 妻子就说留一串钥匙给他们 可是他们不要拒绝了 对吧拒绝了 那现在他们又说 还是留一串 新房的钥匙给他们 那他肯定有点觉得不好意思 说过的话 然后自己又 又变了 有一点不好意思 父亲亲声细语 亲声细语 很轻很小声的说 因为在这里 最开始他也说了 是敲敲 敲敲 是轻声细语的说 他 为什么是轻声细语的说 因为他怕 孩子们 误会他 是想住他的房子 其实不是 他们只是想帮孩子 照顾一下家里 还有就是他们以前说不要钥匙 但现在又要钥匙了 父亲可能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意思 同学们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话 非常 非常有情意啊 我们想一下 如果我们 离开家的时候 父母会对我们说什么 是什么表情 我觉得可能 我们离开家的时候 父母送我们的时候 他们可能当时不会哭 或者不会说什么 很舍不得你之类的话 这样的话 但是其实他们 可能等你们走了 等我们走了 离开了 他们可能自己 会很难过 可能会哭 会非常的想念 自己的孩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话 用简单的一些语言 和一些动作 来表达了父母 对我和妻子的关心 他们为我们买了新房 而开心 但是也不想给我们添 麻烦 等我们要走了 还是想尽他们自己的能力 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从这一段 这两段话中的 语言动作表情的描写 来感受父母的爱 好了同学们 这段话还有没有问题 同学们 再读一读 再理解一下 父母那种为孩子开心 舍不得孩子 希望为孩子做的更多的一种心情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如果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老师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你关注吴老师的YouTube帐号 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新的视频大家就可以收到了 那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HSK五集第二课的第三部分 我们下节课见 下节课见 拜拜 拜拜